RNGBAR 嗨,我是Kopa 我要來做的是這個RNGBAR的介紹 標題當然是計算給你看 所以你一定會看到這些數字是怎麼計算出來的 但是說在前頭 RNGBAR並沒有改變遊戲現況 請注意,這個BAR只是顯示給你看 遊戲本身是沒有改變的 所以你以前怎麼玩 其實也沒有什麼需要特別去做這個 我要因應這個RNGBAR的出現 然後我要做一點改變什麼 其實真的沒有必要 好,我們來看看怎麼說沒有改變 你看這個是19萬9對上23萬5千 看起來不可能進吧 這個機率給的是21.1 然後這個接到球的機率是77.8 結果你看到這個圖應該知道 還是進球了 那你覺得21.1進球還應該的嘛對不對 那我們接著來看 這個是一個網友的圖 那他的名字是這個,Mizuki 是一個日本人 你可以看到這個是日文的畫面 你可以看到 剛才21你覺得進球好像很合理吧 然後1.6更低了吧 很抱歉這個1.6他也贏了 所以你要說什麼呢 這個RNGBAR真的是沒有改變任何事情 如同官方宣布的 他們經過檢查 整個RNG的機制 是完全正常 沒有偏袒任何玩家 所以 這個1.6會贏 當然以前有可能出現 現在有可能 將來也是 仍然可能 那我們再看這個 提到這個RNGBAR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這個 你可以看到 這個官方宣布會有 藍色、綠色跟紅色 那藍色就是你勝利的機率 紅色就是對方勝利的機率 那這個綠色就是 不屬於你勝利也不屬於對方勝利的 第三種以上的情況 那比如說這一個對決 這對決在後面我們也會看到 剛好這是我的 錄影的畫面擷取的 好你可以看到這個是松山光的射門 這個是漂浮斷球 拉法葉爾的斷球 那這個斷球理論上應該要有一個勝率 結果你可以看到這裡 沒有勝率喔 也就是沒有這個藍色我方的勝率 只有第三種以上的情況 以及對方的勝率 那6.7 6.7的這個第三種以上的情況是什麼呢 就是彈開 彈開這顆球 也就是這個射門最後 是被這個漂浮斷球彈開的機率 是6.7 那結果呢 還是彈開了 所以這麼小的機率6.7 照樣把這個 93.3的彈開 你就可以看到 這個21 這個進球呢 真的是沒什麼稀奇 1.6 6.7 都出現了 這就是RNG 好 接下來進入這一個影片呢 最重要的是關於 RNGBar的數據計算說明 那為什麼說部分 可以從RNGBar看到有這個 數值的顯示 以及機率的顯示 那我在這裡面只能夠做這個數值部分的計算 那至於這個機率是怎麼出現呢 我目前沒有辦法去算出來這個機率的部分 所以我說 只有數據的部分我可以給你 就是部分這個數據的值 剛才看到的所謂的 19萬啊 20幾萬啊 這種數字 好我們來看 這個數字的組成是這個樣子 顯示的能力 就是你在畫面上要選擇指令的時候 會顯示你的盤球啊 傳球啊 或射門的數字 或者是擋球 鏟球 斷球等等 那會顯示一個數字 然後 第二項目是 對決會改變 這個不會顯示在螢幕上 所謂對決改變 待會我們會有範例 然後接著是必殺技的威力 這個也會顯示在螢幕上 所以這兩個是你看得到的 可以直接相成 就是傳統的計算方式 這一次官方公佈的是這四項 我們來看這四項是什麼 首先是屬性調整 官方公佈是1.25倍的調整 也就是屬性優勢的時候是加能力1.25倍 這是官方說的 然後高低空的調整 也是官方說的 就是擅長呢 是1.125 極為擅長是1.25倍 在這個其他的 語文的版本 比如說德意啊 大德意 或者是 good very good 這樣子 然後是順發力的調整 提到這個 銀色是1.33倍 金色是1.66倍 然後彩虹是2倍 以及猜對的調整 就是你對決的時候猜對指令 那你就是有2倍的優勢 那所謂猜對的意思就是 對方選擇射門 你選擇擋球 你選擇傳球 對方選擇慘球 這就屬於猜對 那計算的公式在這裡 RNG bar等於這個A 顯示能力或者小A 對決會改變的能力 然後去乘以這個 B加C加D加E加F 然後這些數字去除以100 就是這個RNG bar會顯示的數字了 那我們實際拿範例來看看 首先這個範例是 接球面對平射 這個RNG bar其實就是我這個影片的封面 當時這個是 卡溜薩斯這邊是順發彩虹 右邊日向小吃糖是順發贏 而且他其實已經吹飛一位了 我們來看數據 當時這個數據顯示 接球是37211 然後必殺技威力是637 那屬性調整 就不是1.25倍 你有沒有看到我這裡寫是25而已 好 那我們待會再來講為什麼是25 這官方一開始公布的數字讓我很難去計算 後來才理解為什麼是25 接著是高低空沒有 因為我是接球 接球這位卡溜薩斯他的高低空都沒有特別加成 以及順發力的調整 100 順發力的調整100是為什麼 彩虹不是兩倍嗎 為什麼是100 好 那我在這裡說明一下這個數據是為什麼這樣顯示 簡單說 由於這個數字最後要除以100 是以萬來顯示 所以其實所有的單位都應該要除以100 那既然原本這個3721x637要除以100 所以其實這些項目都要除以100 那除以100之後呢其實就不是官方所謂的1.25倍 其實是全部加起來一起除以100 你就可以發現這就是加成25 這就是加成100 那所謂加成100其實就是官方原本公布的2倍的意思 那加成25就是官方公布的1.25倍的意思 所以其實官方的公布的這個邏輯 真的跟一般人理解有點不一樣 那不論如何經過這樣的計算 這裡有公式 3721x637加25 加100 然後再除以100之後 這樣相乘除以100之後就是這個283548 那這個日香小事長也是同樣的道理 39449 那他的必殺技位率是500 以及順發力贏 所以是33.33 這個也跟官方公布的不一樣 官方只公布1.33倍 可是我計算一直有誤差 直到我把這個33拉長到後面再多兩位小數 這一次就完全分毫不差了 你可以看到39449乘以500加33.33 再除以100 就等於210393 完全符合 好 那這裡給我發現的一點就是 這個日香小事長其實有吹飛一位 但是數字卻沒有減少 所以這是值得大家參考的就是 帶吹飛效果的射門其實不會因為 擋球的人有幾位 導致他的數字減少 這個39449呢 我也可以再提醒大家 這個數據其實是在 12碼罰球線那個點射門的 那在那個點射門的時候是 399多 所以其實從那個點到 守門員只衰退了大概500左右 這個倒是蠻有參考性的 我經過多次的測試發現 如果是在這個小框框裡面 直線的話 其實是沒有衰退的 小框框直線沒有衰退 那12碼的那個點 其實 小進區跟大進區那個點 其實也沒有衰退到很多 差不多500我是覺得 還可以接受吧 接著是接球面對高空射門的第一個範例 那接球仍然是卡流沙斯 射門的是JY的馬格斯 我們來看看數據 這個3721必殺機威力637 那這一次只有順發贏 所以是33.33 那這樣算起來是249436 符合這個表 那六邊這一位馬格斯 則是沒有順發 所以我們看看他是顯示 42093 475的必殺機威力 然後是屬性調整 這個25是什麼 就是屬性優勢 你可以看到剛才第一個範例是 卡流沙斯對日向有屬性優勢 那這一次是 既屬性的馬格斯 對數屬性的卡流沙斯有屬性優勢 所以有25 然後高低空調整 馬格斯是極為擅長 所以1.25倍就變成25了 那這樣算起來就是220988也符合 這個RNGbar的這個數字一模一樣 至於這個馬格斯的射門地點是貼臉 那這個貼臉是完全無衰退 顯示多少計算出來完全是220988沒有減少 接著是高空射門的第二個範例 是技術性的落倒金艦面對技術性的落倒金艦 很有趣一個是前鋒一個是守門員 先來看守門員吧 45142 然後510的必殺技威力 以及高低空的調整 這個落倒金艦 在我之前錄影片的時候 我認為所有的守門員裡面好像就是他比較特別 有一個高空擅長 當時我認為應該沒有加成 不過這一次這個RNGbar就告訴我 我的猜測是錯的 他真的有加成 我為我之前的影片猜測錯誤 跟大家說聲抱歉 我們來看看數字 45142乘以510加12.5 除以100等於235867 完全符合這個表 我們來看看這個技術性的落倒金艦 前鋒 41768乘以465的必殺技威力 然後他是高空擅長 他們兩個是一樣的 這個都是高空擅長 不管前鋒還是守門員 這樣乘起來 是199442 也是符合 接著是接球面對低空 我們來看看卡流薩斯 這次我的陣容不太一樣 所以顯示能力也不一樣了 這次只有36745 必殺技仍然是637 屬性調整 因為面對對手是隸屬性的假太郎 所以有優勢 優勢就是25 然後順發力的調整 這次是金色 也不再是官方宣布的1.66倍 跟剛才這個順發贏的調整一樣 我多加了兩位小數 就能夠算到一模一樣 所以就是66.66 然後這樣計算起來 是267746 顯示在這裡 那賈太郎呢 31449的射門 必殺技威力612 然後高低空調整 他是低空極為擅長 所以這裡是加25低空 這樣乘起來計算就是200330在這裡 接著是預測得勝 這個就是我剛才前面說要用範例來直接解釋的 所謂的對決改變這個欄位 這個拉法葉爾是預測得勝加20%能力 所以當你在選擇指令的時候 你不會知道 你這個指令是不是預測得勝 所以是顯示31992的斷球 那這31992的斷球 面對對手選擇傳球 是不是猜對了 所以猜對了 這個加成呢 在這裡 36498 也就是他本身的被動或前能呢 如果有加能力就會顯示在這個對決改變 但是螢幕是不會告訴你的 所以並不是說直接拿31992去乘以20% 那個20%是原本 他的本身個人能力的 20%的加成 這個個人能力到螢幕上顯示 這個是在我另外一支教學的影片有介紹 就不在這裡贅述了 簡單講不是拿31992去乘以1.2就是了 那36498乘以450的必殺技威力 那加什麼呢 他素屬性沒有優勢 因為對方是技屬性 但是他有拆對啊 斷球拆對了嘛 對方是選擇傳球 所以拆對調整 也不是官方說的兩倍啦 其實就是一倍的意思 就是加成嘛 所以就加100的意思 就跟剛才這個順發力調整一樣 你就直接加100 那450加100然後再除以100 就等於200739出現在這裡 那這個也很有趣喔 這個RNGBug有沒有Bug 絕對是有的 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選斷球 這個是選傳球 再怎麼差啦 我說再怎麼差 這個斷球斷不下來這個傳球 我可以接受 但是沒有辦法接受的是 沒有出現機率 各位有沒有看到 同樣的藍色沒有出現 就只有200739 我的數據 其實輸24萬也不是輸很多吧 輸4萬3 那也不可能到完全沒有勝率 對不對 各位可以看到 所以為什麼這個RNG很怪異 其實整個遊戲是有Bug的 但是官方不承認 那我也沒辦法 每個對決都應該是有勝率 然後第三種以上的情況 然後以及輸的這個機率 就是自己得勝的機率 第三種 以及對方得勝的機率 但顯然你可以看到這個圖 根本沒有我得勝的機率 9.5加90.5已經湊成100%了 所以你說這遊戲沒Bug 我才不相信 不只這張圖嘛 我剛才前面也顯示了 我自己對決松山光的另外一張圖 就是6.7% 6.7%的這個綠色 同樣沒有藍色 但是這一次這個9.5 並沒有把這個傳球彈掉就是了 這個是今天這個最後一個範例 就是關於平射 然後碰到了球 這碰到了球很有趣 這個減少的威力的幅度非常的高 我們先來看松山光的射門 平射 全力猛究射門 顯示38267 必殺技威力 這個畫面顯示 可能是500或501 但不重要 重點是這個遊戲用的是 小數點以下兩位 它其實是用500.5去計算的 所以畫面的顯示反而也不準確了 這個是讓我非常訝異的 其實一直在計算的時候發現 該不會也是小數點拉長吧 因為我一直計算不到完全分毫不差 結果直到我把它拉開小數點才成功 我們可以看到 500.5加上 所謂的順發力調整 銀射嘛 33.33 猜對調整什麼意思呢 就是對方選擇射門 我選擇斷球 對對方而言是猜對了 因為我沒有選擇擋球 所以這裡有100 所以38267乘以500.5加33.33加100 除以100乘以242548 出現在這裡 那這個納德雷莎的斷球呢 40297 這個順發33.33贏 然後屬性調整 我是力屬性嘛 對方是技屬性 所以我有克制 就是多25 那必殺技威力455 這樣計算起來是206857 也跟這個霸相同 但是206857你有沒有注意到 同樣的喔 又是沒有勝率 沒有勝率 然後只有第三種 就是綠色的這個機率 那這是否是常態 我測試的還不夠多 但我沒有辦法給出一個結論 就是什麼情況的斷球 什麼情況的射門 會出現零勝率喔 你可以看到20萬6輸 24萬2 也不過輸3萬多 輸3萬多 就零勝率了 那我很難想像 要怎麼樣的情況 才可以出現斷球 把射門攔截下來 可能我需要測試更多 才能夠看到這個 斷球贏射門 然後藍色大於這個紅色 但是現在是連藍色都沒出現就是了 好 那這一個射門最後結果 並沒有出現意外 他還是贏了這個斷球 好 他贏了斷球 但是呢 納德雷莎碰到了球 削弱了球的速度 是這個樣子 然後接著呢 第二個對決的人 就是拉法葉爾 我們可以看到 他是連續對決兩個人 那你可以看到 拉法葉爾面對的數字 201692 大幅的減少了喔 剛才 前一頁 再給各位複習一下 好 射門數字是242548 結果經過 碰撞 碰到了球 你可以看到 是201692 那這個數字怎麼來的 201692 是這個樣子來的 原本的數據計算都對喔 都留著 但是呢 是乘以80% 表示這個 碰到球呢 其實 減少了20%的威力喔 38267要乘以80% 然後再乘以原本的公式 原本的條件都不變喔 就是500.5的必殺技 然後 這個 屬性優勢多出來了 原本他是面對 力屬性沒有這個25的加成 可是第二位對決對象是素屬性 所以他多加了25 屬性優勢 那原本的順發力贏保留 然後這個拆對也保留 加100 怎麼說呢 因為 拉法葉爾選擇斷球 所以他仍然是拆對保留 大概是這樣計算的 好 這樣除以100就等於201692 完全符合 好當然這個乘以80% 你也要保留小數點就是了 好 所以計算上是這個樣子 那我也在前面就告訴各位 這個6.7最後還是把這顆球彈掉了 也就是沒有百分之百的啦 你看93.3嘛 保證過嗎 也沒有 93.3還是被6.7 發揮作用 這個就是RNG的可怕了 6.7也照樣把你的球給彈掉就是了 這樣子我們來看 又得到了一項數據 就是關於這個平射碰到的球 威力是減百分之八十 那也的確 在製作這個檔案的過程 可以發現就是 官方說的 每一次的對決都是一次的計算 是完全的符合 比如說剛才這個 技屬性的松山光 在面對納德雷莎的時候 是沒有屬性優勢 那這一次面對第二位 這個拉法葉的時候 就多了這個25 也就是說這顆球 最後到了守門員那裡 其實也是要再計算一次 但顯然這個百分之八十已經影響了 是不會改變了 所以到了守門員 五百點五會留著 那因為這個射門是不衰退 所以其實38267×80也不會改變 剩下的就是守門員 屬性是什麼 會不會有這25 那33.33不會改變 那100會消失 因為就沒有拆對加成了 對守門員而言 選擇接球擊球 都不會使得這個 射門的這個射手多出這個拆對加成 基本上數據還會再調整就是了 好 那經過這樣的影片的介紹 希望大家能夠了解 這個RNG bar其實只是帶給我們 更去理解說這些數字 隱藏的數字是怎麼計算的 但是其實整個遊戲並沒有變化 我們原本怎麼玩 其實現在還是怎麼玩 那你多知道這些數字 其實要在選擇指令的十秒內 立刻反應 立刻計算 其實也不必要這麼辛苦 大致上必須提醒大家就是 每個加成其實沒有辦法去統一的數字化 怎麼說呢 假設你直接拿原本的這個數字去相乘好了 比如說你拿38267乘以500.5 其實你沒有這些隱藏數據加成 你很難去說到底這個數字影響這個數字多少 比如說33.33 其實最後影響數字呢 你可以拿242548 去除以這兩個相乘 你就知道影響數字是多少 因為你只看得到這個數字跟這個數字 你看不到的是這兩個 但他們的影響數呢 其實不會像 比如說33.33沒有那麼多 可能只有5 6 7 或者8 90 不一定 為什麼呢 因為影響的比率 絕對是因為你原本的數字 38267跟500.5 這個數字有多大 而導致後面的影響數字 百分比有多少 沒有辦法直接一個固定的量化 比如說同樣33.33 它對松山光的影響可能是百分之五 但是它對這一個 納德雷莎的影響可能是百分之七 不一定 因為要看他們兩個原本的數字有多大 所以我就不給一個直接量化的數字 只能告訴你就是說 這些數據都沒有想像中影響這麼大 比如說屬性調整講 1.25倍 絕對沒有那麼多 這個猜對調整 多一倍嗎 其實也沒有 真的是沒有那麼多 這個數字 大概都是在 10以下 或者10到15之內 都沒有到 所謂的1.25 1.33 或者甚至2 都沒有這麼多 再舉一個比較明顯的來講好了 就是這一個 你可以看到這個是彩虹 彩虹再怎麼計算 你看 只有28.35 其實它原本算出來這個數字 就可以到23萬左右了 那你說有沒有 23萬到28萬就是多了一個屬性優勢跟 彩虹 其實都沒有所謂的兩倍 算發彩虹之後 23萬左右到28萬左右 其實就多了一些些 大概百分之二十 因為它有兩項加成 兩項加成多了大概百分之十幾到百分之二十之間左右 希望這個影片能夠帶給大家一些更多的這個關於數據方面 如果你是有心於了解數據的人 能夠對你們有一些幫助 但我覺得其實玩這遊戲好像也不用這麼辛苦就是了 好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 小明星期間